那一天氣智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正在哭 我正在哭 因為我覺得說 我也沒有起床的理由 我現在沒有需要做飯給誰吃 而且我覺得以前的生活是 被推著走的 現在發現大家都很自律 都很自治 然後我不知道我是誰 於是我就去圖書館了 借了很多書 然後看 然後圖書館看看書以後 就開始追劇 然後又跟我那些 這個小團 那個小團出去 也就是吃喝玩樂 可是我心是空的 冰淇淋是覺得文婉付出太多 付出太多 我覺得有的時候 人人生不管任何關係 我都講究平衡 其實小孩子他想要獨立嘛 對不對 你就應該放他走 比如說他為什麼要去接 我也不懂 其實光是他自己從那個機場回來 也是一種學習嘛 也是一種學習嘛 所以就是說因為他他中間 他的所有的小劇場 他女兒不知道 他不知道的狀況之下 你怎麼能算我頭上呢 那你現在女兒也大了嗎 我女兒大了 在我講我自己故事之前 我先要那個講一下 我之前經歷的一個小故事 我以前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公司有義工團體嘛 就有那種義工媽媽 中間就有一個很貴婦 然後穿得很簡單 你就覺得他好有氣質 然後什麼 於是他就引起我的注意 五六十歲的女人 然後我就問他說 怎麼會想來當義工呢 然後他就講說 因為我憂鬱症 然後我說家裡出了什麼事嗎 他說沒有 一切都很完美 我就想完美可以憂鬱症嗎 然後他就講說 他就給我看他小孩照片 他說我一個兒子在美國工作 一個女兒在美國念書 然後真的是男的俊女的美 然後都是很好學校 很好工作 那那我就想說 那就是老公的問題囉 他說老公在做生意 也很也很成功 然後更難得的是他很疼我 那我就想這樣還有什麼問題 這不是就是所謂的完美人生嗎 這樣到底有什麼問題 然後他就講說 他原來在外商公司當經理 然後可是因為兩個小孩子的教育問題 然後所以當時老公正在事業上升期 所以他就回到家庭 那果然在他的努力之下 把小孩弄得很好 他也很有成就感 可是現在完了 現在小孩子都在國外 老公也有自己忙的 那他的重心重量在哪裡呢 所以於是他就跟我講一句話 就是說他憂鬱症 然後老公知道他憂鬱症也很擔心 就帶他吃喝玩樂買名牌 他就發現這也不能安慰他 你知道嗎 然後於是他這種行為 他居然講不出來 就是我今天人家還在長照照顧他媽媽 然後這個小孩子工作不順利 就是說身旁周圍的那個人 都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 結果他的完美人生 被他搞成說憂鬱症 所以他的憂鬱症 贏不得不到人家的同情 臺灣這個叫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搖八岔 搖八岔 對 所以後來他才想到就是說 而且他發現他沒有起床的理由 然後所以他現在就來當義工 他當義工之後 他至少有起床的理由 他可以做一些事情 然後在工作當中 他也覺得說他好像還算能幹 就是把一些職場的那些能力找回來了 所以他現在蠻開心的 可是這個這件事情對我印象很深刻 我就說真的有這種事情嗎 就是說完美人生卻讓自己很憂鬱 然後走著走著 你自己也是 就上帝就給我一個試煉 就是因為我現在的狀況是 我有兩個女兒 然後我大女兒在國外念書 然後小女兒呢 因為現在住在學校外面 所以都都算獨立了 而且小孩子呢 也都很符合期待 也都蠻乖的 你不讓我操什麼心 那我老公呢 也蠻疼我的 就是說只要我 想要買的東西 或提出的要求 想要吃喝玩樂去哪裡 他也都會滿足我 然後呢 我又很幸運的 有一個很獨立的婆婆 然後八十七歲了 還就是身體還算健康 因為他很獨立 他都不吵 都不會麻煩我們 他什麼都自己來 所以我就覺得你還想怎樣 結果那天氣志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正在哭 我正在哭 因為我覺得說 我也沒有起床的理由 我現在沒有需要做飯給誰吃 你知道嗎 就是我以前這兩個 可不可以有一些錢借我們 然後我們欠責這樣 就是有理由 讓你煩惱一下 包括你每天都 對 就是說 都有起床理由 我不需要做飯給我老公吃 你知道嗎 因為我老公很會做飯 然後那個我也不需要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不學做飯 你知道嗎 對 然後我居然那個 然後我就覺得我是誰 我的重心在哪裡 以前我還可以說 因為我要 我光是兩個小孩 因為差個八九歲 所以我的忙碌時間是長的 就是這個長大了 還有另外一個在忙 就現在兩個都不忙了 你知道嗎 光是弄三餐和接送 就可以耗到我們大半時間 而且我覺得以前的生活是 被推著走的 就要趕快 趕快趕快 趕快叫他起來 趕快 然後後來現在發現 那個大家都很自律 都很自治 然後我不知道我是誰 然後我才發現 我才發現 我是一個無趣的人 你知道嗎 就是說 看得出來 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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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五個 這樣我們才有 那邊有伴 沒關係 你可以知道我 我那又 我又那個 於是我就去圖書館 借了很多書 然後看 然後圖書館 看看書以後 就開始追劇 然後然後又跟我那些 這個小團 那個小團出去 也就是吃喝玩樂 可是我心是空的 我突然理解到 以前我們念的心理學的 馬斯洛的五個 五個階層 人有 人有生理需求 有心理需求 可是第五個 是成就感 對不對 是自我實現的需求 我以前就覺得 這種理論 太唱高調了吧 對 你已經有生理需求 滿足生理需求 和心理需求之後 還需要什麼成就感嗎 那我不以為 可是我現在的 我真的是在追求成就感 追求成就感 對 追求成就感 這要開什麼 這不用啦 做飯就好 有人做飯就好 我阿也沒中 我阿也沒中 我阿也開到就好了 找你來上節目 你知道我們的用意了吧 是用心良感 後來那天不是 那個春會打電話給我嗎 說要做空潮期 然後我說我正在 除了在哭以外 後來我就一直在想 我要如何自救 我就說我太難過 我把好日子過壞了 你知道嗎 所以把好日子過壞了 對 我把好日子過壞了 你是有好日子 我說實在話 我人生沒有任何一個階段 像這個階段那麼平順 你知道嗎 就是說真的沒有 就是也是都驚濤駭浪 走過來 你知道家裡也出了很多狀況 很多事情 我開著面子的 面子我都不會壞 結果 結果 後來聲音就這麼漂亮 不是 後來我就 紅還在疼你 皮膚又這麼好 輪又沒有紅 你是要怎麼樣 我為什麼沒有觀點 真的嗎 不算我再講你 我沒有我缺點嘛 然後於是呢 後來我就在上網 我就在想說 我要做什麼樣的志工 因為我在想 我人生比較快樂的時光 是什麼時候 我就發現 我還是有利他的概念 後來我想到了 就是我小女兒啊 當時在上小學的時候 有困難 就是適應很困難 就是一天到了 你就是老師就覺得 他好像不進入狀況 我當時不是因為什麼 完全是私心啦 希望老師不要對他太太那個 然後於是我就去當義工媽媽 所以我每天呢 就去那個成會的時候 我講故事 然後去這樣子 就一直講講講講 然後順便教小朋友 就是撥破貓貓聽說讀寫 比較差的那個小朋友 撥破貓貓聽說讀寫 然後等到我女兒 那個事情都很好啦 那個到這兒以後 我就沒沒做了 可是自己的女兒好了 然後就不當志工 對真的 我告訴你是真的 因為自己後來也有 另外的雜事嘛 就就停了 停了以後 可是沒有想到 我想小女兒 小學畢業的時候啊 居然好多小朋友 有圍著我 然後說那個媽媽 就是什麼什麼媽媽啊 就說我小時候 我都在聽你講故事 我每天都期待那個 你講故事的那一天 我突然那時候 就立刻就覺得 身上有光嘛 身上有光 我就並不知道 就是說搞了半天 阿姨那麼受歡迎 你知道嗎 我那麼受歡迎 然後小朋友 他也這樣在外是個寶 在家是個吵 而且媽媽還很吵 對 然後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我要再抓回來 於是我就跟那個 小學聯絡 然後就就在重操就業 當那個故事 十萬個為什麼 對 當那個故意的媽媽 因為我不想再把重心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現在小孩子 都已經成年了 我愛不到了 那我不如去按別人家小孩 對啊 對啊 很棒 很棒 開始